Hello 大家好 这是最新的Sea Inside的系列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这一次出的有点跟之前不一样 因为它上面写An Osborne Flatbook Sea Inside 那不一样的是因为通常 没有不会说Flatbook 我在想说它可能是为了要有一个年龄的区分 它特别写像Osborne Stamp 就是跟Science 跟Technology Engineer Math有关系的 那这一套书呢 在特别的讲到桥梁隧道跟塔 那这个就介绍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有关塔的东西 像这里介绍Effel Tower 这里有介绍这个是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Steel Deck 它在讲说 这个 一些Wing Break的现象 还有世界上最长的这个道路隧道是在哪里呢 这里有小小的一个目录 然后Pushin & Pulling 它在讲解这些桥梁的一些建造的时候的一些原理 然后呢要怎么样维持让它们可以就是很坚固等等 所以我发现其实我这个都还没有翻过 但是它已经有cut比较好了 不像以前才会拨不开 那这个看一下 这些Cable Stay Bridge有什么特别的呢 还有这些高架桥里面的这个风的这个力量要怎么样才会安全呢 所以这每个地方都有可以翻的地方 可以来看看Tower Bridge 所以呢这是英国有名的Tower Bridge 可以看看它的原理还有它的动态 然后呢有名的金门大桥有些历史典故等等 另外呢像这个很有名的在Cuala Lumpur的这个Petronas Tower 有介绍有一些小的翻页 我就不翻了因为很多个 还有这是上海的很有名的这个Tower 它可以打开很高可能看不见 可以稍微翻一下 介绍世界上各个有名的高塔高楼 Touching the Sky 这有更多的 这是One Watery Center 最新的纽约的这个 世贸大楼 然后有介绍一些历史的部分 还有这些 所以呢有一些 很多的资讯在里头 所以大小孩也很适合看的 它就是Tunnel Boring Machines 这要怎么样 这是在钻隧道用的这个大的机械 它是怎么做的呢 没原理 然后呢有Tunnel Tunnel 它们又是怎么样做的 火车里面有什么呢 还有这是意大利跟法国的8米多的这个Tunnel 很有名的这个 还有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所以呢有很多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有名的隧道跟高塔 还有这些桥梁 我觉得增加它们对世界的概念好 如果你住在特别乡下不常出国的地方的话 这本书很适合这些小朋友 OK 这本就是最新的Sea Inside Bitches Towers and Tunnels 跟大家推荐 谢谢大家 Bitches Towers